这是什么? 水 这是什么? 茶 这是什么? 垃圾 这三个让你选一个,你选哪一个? 除了垃圾区域两个都行 都是杯子装的,为什么不选垃圾? 垃圾谁要呀?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别人怎么看待你,完全取决于你肚子里装的是什么货 所以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好好学习,少玩游戏 妈妈这里有一百块钱,你想要吗? 想要 现在我把它折皱了,你还想要吗? 我还是想要 那如果我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你还想要吗? 我还是想要 它都变得这么脏,这么皱了,你为什么还是想要呀? 因为它能买很多东西呀 是的,贾欣,你记住,如果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金子,都会发光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好好学习,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 贾欣,你吃哪一碗? 我想吃这一碗 妈妈,为什么爸爸碗里有两个鸡蛋? 贾欣,你记住,想占便宜的人往往占不到便宜 贾欣,今天你想吃哪一碗? 我吃这一碗 妈妈,为什么这次没有两个鸡蛋? 贾欣,你记住,想占便宜的人往往会吃亏哦 贾欣,这次你想吃哪一碗? 妈妈,你是长辈,你先选吧 好 妈妈,这个碗里也有鸡蛋 贾欣,你记住,不想占便宜的人,生活也不会亏待了他 这些道理你都记住了吗? 妈妈,我记住了 帮奶奶买薄盐去 好呀,跑个头给我多少钱呀 找回答都给你呀,快去 妈,咱们不能这么教育孩子 贾欣,你为啥为奶奶要钱? 因为我帮奶奶买东西了呀 贾欣,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去承担相应的事情是你应该做的 奶奶给你做饭,为你要钱了吗? 奶奶送你上学,为你要钱了吗? 没有吧 所以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去承担家庭中相应的事情是你必须做的 妈妈,我明白了,我去买人鸡个烂桃子 这是什么? 一个好桃子 如果把这两个好桃子分别放在一起,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 一周后 和烂桃子放在一起的好桃子怎么样了? 烂了 两个好桃子放在一起怎么样了? 没烂 什么道理? 烂桃子买好桃子传染了 是的,妈妈想跟你说的是,交朋友也是一样的 一定不要跟那些爱骂人且不尊重父母的孩子一块玩 要不然时间久了,你也会变成坏孩子的 记住了吗? 妈妈,我记住了